主在这个最后福音期一开始就清楚宣告 我们要将福音传到全世界 他在1831年对少数几位圣旨持友人说的话 也就是他现在对众多圣旨持友人要说的话 无论我们的年纪能龄交汇召唤或居住地点为何 我们全体都被召唤从事这件事工 协助他拯救灵魂直到他再次来临 他对最初在葡萄园工作的工人说 我再告诉你们 我给你们一条诫命 每个人 无论长老 祭司 教师 或成员 都要尽力亲手劳动 来准备并完成我命令的事 让你们的宣讲成为警告的声音 每个人要温和谦卑地向灵人宣讲 你们要远离恶人 要拯救自己 你们扛台主器皿的要洁净 各位亚伦圣旨 弟兄 你们可以看出主的命令 也包括你们在内 你们知道主始终都会预备道路 使人能遵守他的诫命 所以你们可以预期 他也会为你们每个人这么做 我要说个故事 告诉你们 主是如何为一位 现在持有亚伦圣职 祭司职位的男孩 做了这件事 他现在16岁 传教士在一年前 才来到他的国家 传教士奉派负责两个城市 但不是这位男孩住的城市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父母基于安全的缘故 把他带到犹他州 传教士教导这个家庭 为他们施洗 他当时没有受洗 加入教会 因为他未满八岁 他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 所以他的祖母 带着他回到海洋 另一端的家乡 回到他出生时的城市 就在一年前 三月的某一天 这位男孩走在街上时 觉得他应该跟一位 陌生的女士说话 他用他还记得的英语 和这位女士交谈 对方是一位护士 传道部会长 派他到这位男孩的城市 为不久以后 要派到那里的传教士 寻找住处和医疗照护 他们谈着谈着 就成了朋友 这位女士回到 传道部办公室后 把这位男孩的事情 告诉传教士 第一队传教士长老 在2012年9月抵达 这个失去双亲的男孩 是第一位由他们施洗 加入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的人 今年3月 他加入教会就满四个月了 他当时已经被案例为 亚伦圣旨的祭司 可以为第二位 可以为第二位教会 归信者施洗了 在这个月有13万人口的城市 他是第一位圣旨先驱者 可以聚集天父其他的儿女 和他一起在这个城市建立教会 在2013年3月31日 复活节的星期天 那个城市的教会成员 已经增加到六位 那个星期天 他是参加聚会的 唯一当地成员 他在前一天膝盖受伤 但是他坚持要出席聚会 他一直祈祷 希望能够走路去教会 他与四位年轻长老 和一对夫妇传教士 一同领用了圣餐 如果你们在这个故事中 看到神运筹帷幄 建立他国度的模式 就不会觉得这个故事 看似平凡无奇 我曾多次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是男青年时 曾在新墨西哥州 看到这样的情形 历代以来 先知都告诉我们 要协助传教士寻找 和教导内心诚实的人 然后在他们进入神国度后 爱他们 我亲自看到了 中信的圣职领袖 和成员所能成就的事 1955年 我成为美国空军的军官 在我前往第一个驻扎地点 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之前 我家乡的主教 给了我一个祝福 他在祝福时说 我在空军服务的期间 要从事传道服务 第一个星期天 我到阿布奎基第一分会聚会 有个人走过来 向我自我介绍 他告诉我说 他是区会会长 要召唤我 担任区会传教士 我告诉他 我只会留在那里 几个星期受训 然后就会被派到 世界的其他地区 他说 这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要召唤你去服务 很巧的是 在接受军事训练期间 总部有位军官突然过世 我从数百位 正在受训的军官当中 被选出来 接替他的职位 所以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 担任区会传教士 教会成员会介绍一些人给我们 大多数的晚上和每个周末 我都在教导这些人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和同伴们平均每个月 做传道服务超过四十个小时 而且从来不必去敲门 寻找可以教导的人 教会成员 让我们有很多工作 常常一个晚上 要教导两个家庭 先知们一再 呼吁每位成员 要成为传教士 我亲眼 见到这项呼吁 所蕴含的力量和祝福 在我离开阿布奎基之前的 最后一个星期日 这城市的第一个支联会成立了 如今 那里有一座神圣圣殿 也就是主的殿 我们曾经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教堂里 与圣徒们一起聚会 这些圣徒会带朋友 来和我们见面 好使他们接受教导 感受到圣灵的健康 他们在主的真实教会中 有回到家的亲切感 后来我在新英格朗求学时 也见到这情形 我蒙召唤 担任一位杰出的区会会长的资礼 他以前对教会不感兴趣 后来变成一位具有极大灵性力量的人 他的家庭教导教师非常爱他 因此不在乎他会抽雪茄 而是用省的眼光 看到他的潜能 这位区会会长和我会开车到山上和海边 去拜访遍布于马赛诸赛州和罗德岛各地的小分会 以便建立和造福神的国度 在我和这位杰出的领袖一起服务的那几年 我们看到人们通过榜样和邀请朋友听传教师课程 带领朋友加入教会 对我来说 这些分会的成长似乎很缓慢 而且不甚稳定 但是五年后 就在我离开的那个星期天 两位使徒来到剑桥朗法罗公寓的教堂 把我们的区会组织成支联会 多年后 我回到那里主持一场支联会大会 支联会会长把我带到伯蒙特的一处岩石山岗 他告诉我 那里非常适合建造一座神的圣殿 如今那里也有一座圣殿 当我凝望这座圣殿时 我想到那些和我一同坐在小分会里的谦卑成员 他们邀来的灵人 还有教导这些人的传教士 今晚在这场大会现场 有一位新的执事 我先前提到的那位祭司 他步行去参加 只有一位成员聚会的复活节星期日 当时我和这位新的执事在一起 当这位执事的父亲说 今晚他会和他一起参加这场圣殿大会时 他整个人荣光焕发 他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 他的祖父之前 曾在父亲服务的传道部担任会长 我曾看过他祖父在1937年 所拥有的传教士手册 他的家庭在带领人们加入教会方面 有着根深蒂固的传承 我曾经跟这位执事的主教谈话 以便了解他在旅行圣职职责 努力为主聚集灵魂方面 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经验 这位主教满怀热情地谈到 智慧传道领袖是如何追踪 每位木道友的进步情形 他经常与传教士联系 来获得这些资料 这位主教和智慧议会会讨论 每位进步中的木道友 他们会决定能为每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做些什么 好帮助他们在洗礼之前变成朋友 邀请他们参与活动 并且照顾滋养受洗的人 他说有时候传教士有很多课程要教导 所以会找亚伦圣职持有人当同伴 然后分开工作 这个智慧的传道计划包含了各个定额组所设立的目标 也就是要邀请他们所认识的人与传教士见面 甚至执事定额组会长团也受邀要为定额组成员设定目标和计划 以带领他们所认识的人进入神的国度 这位执事来自坚强的智慧 而前面所提的这位祭司 则来自刚成立不久 规模很小的成员小组 他们彼此之间或是跟你们之间 似乎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他们在建立教会上有自己的经验 而我在你们在建立教会上有自己的经验 但是我在新墨西哥州和新英格兰 则看到了奇迹 但是我们在圣旨职责方面 有一个方法能使我们团结合一 我们接受到诫命 要把福音传给天父所有的儿女 我们可以圣化自己 在这项诫命上履行个人职责 我们会分享经验 让大家知道主在世上建立起国度的方式 我们在传道施工上肩负着圣旨责任 在主的教会里 虽然有许多美好的工具和组织 但是先知们能教导我们一项基本真理 让我们知道如何善尽这项圣旨职责 大卫奥迈基会长于1959年4月总会大会上 教导了这项原则 从他那时候开始的每位先知 包括多马孟孙会长在内 都教导了这项原则 麦基会长在闭会至此时谈到 英国传道部在1923年向成员发出一项指示 麦基会长说这项决定是 把责任放在每位教会成员身上 每位成员在1923年这新的一年中都是传教士 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 你可以带领你的母亲加入教会 或是你的父亲或是你的同事 有人未经由你而听到美好的真理信息 麦基会长继续说道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 每位成员 所有150万人都是传教士 教会在2002年宣布传道事工成为主教的责任时 我感到很惊奇 在我看来 主教在师助成员和指导智慧组织方面所背负的担子 已经接近极限了 我所认识的一位主教并不认为那是加增的责任 反而把它看作是让知会一起投入这项伟业的机会 使每位成员成为传教士 他召唤一位知会传道领袖 每个星期六亲自与传教士见面 以了解他们的工作并鼓励他们 知会议会也找出方法 让各组织和定额组善用服务的经验 以此作为传道准备工作 身为以色列法官 这位主教帮助年轻人感受到赎罪的祝福 好让他们保持纯洁 在他的知会里归信者洗礼人数激增 有更多年轻人做好准备 并渴望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全世界 最近我请他说明其中的原因 他说对他而言那倒不是因为某个人履行了什么特定职责 而是因为大家团结合一充满热忱的把人们带进圣徒的群体 使得大家因此感到非常快乐 对于某些人来说 原因并不止于此 就像摩赛亚的儿子们一样 这些人在生活中感受过罪的影响 也在神的教会感受到赎罪所带来的奇妙医治 他们出于对救主的爱和他的恩赐的感激之情 希望尽可能的帮助每个人脱离罪的悲伤 感受宽恕的喜悦 并且和他们一起聚集到神的国度中找到安全 他们爱神也爱朋友邻人 这份爱使得他们团结合一的为人服务 他们渴望在能力所及的地区 把福音传给每个人 他们帮助自己的孩子做好准备 以便配衬蒙德主的召唤 到主葡萄园的其他部分去教导 做见证和服务 这位新执事将会在他所属的大智慧中 履行分享福音及建立神国的职责 而这位新的祭司则会在偏远 且人数稀少的小组中服务 不论是在哪里 他们会在目标上合一 神的爱会鼓励这位职士去主动帮助 还不是成员的朋友 他会帮助他的朋友参加教会中的某些服务或活动 然后邀请他和他的家人 接受传教士的教导 对于那些受洗的人 他会成为他们需要的朋友 这位祭司会邀请其他人 和他一起参加这个人数不多的圣徒小组 他也在这个小组里感受到神的爱和赎罪 所带来的神圣平安 如果他继续中心的旅行其圣职职责 他要看到这个小组变成峰会之后 他的城市会成立喜安之联会 那里会成立一个知会 知会中会有一个充满爱心的主教 他的儿子或孙子 有一天可能会带着一位神的仆人 到附近的山上说 这是个建造圣殿的好地点 我祈求 不论我们身在何处 不论我们在神的圣职中肩负着什么职责 我们都会团结合一地投入这项伟业 把福音传到全世界 并且鼓励我们所爱的人获得罪的捷径 与我们在神的国度共享快乐 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是他的教会 阿们